他曾靠着板凳才能走路 他要用一种怪鱼改变命运 这活活撑死的呀 对对对 你们看一下吧 他有多厉害 跑市场时处处碰壁 一个妙招化解难题 大男笑 下午小点啊 就是 悲剧再次降临 不相信 看山东的张恒平 如何不向命运低头 靠冠鱼一年创造千万财富 你好 欢迎收看制服经 在山东省林仪市的谭城县 有一对很恩爱的夫妻 可突然有一天 这个丈夫却对妻子说 你改嫁吧 这让妻子感到非常的震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而接下来发生的故事 更加离奇 也让人很心酸 那么在这个离奇遭遇的背后 就是个什么样的财富故事呢 他叫张恒平 他用这种方式告诉记者 曾经的他是如何走路的 当时就这样 曾经这个板凳是他的全部支撑 每走一步 腿都会钻心的疼 就这样 抬不起头走路 差一点构成张恒平的全部人生 对张恒平来说 那段日子是屈辱的 不仅是因为他要靠着一个板凳才能走路 也是因为妻子为了他 甚至要去街上讨饭 一讨 94年 他这个切了以后 在满路情况下 不离不切以后 维持这个家庭 这是这事 家来过不下去了 全是太困难了 这是唯一的办法 他会弹这个琵琶 我给唱响去 对张恒平和妻子来说 靠板凳走路的日子 还不是最难熬的 这个家庭发生的一件事 对他们才是毁灭性的打击 夫妻俩在我们面前 无法控制住情绪 这个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而这个朴实憨厚的男人 却在重重悲剧下 靠着养一种冠鱼 改变了命运 一大早就有人来拉鱼 就在张恒平下水补鱼之前 记者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已经是五月下旬 天气很热 可张恒平居然还要穿上棉裤 张恒平告诉记者 一年365天 无论多热 只要下水 他一定要穿上棉裤 让双腿少受凉 因为现在能够正常的走路实属不易 他不能再让腿出现问题 这种带着白色花纹的鱼 叫白斑狗鱼 平时很温顺 可捕食时却很凶猛 今天张恒平的鱼池里发现了一条死去的白斑狗鱼 可是这个画面看起来却有些惨烈 这个它就是个体太大了呀 这个二条鱼个体太大了 然后把它胀了 是活活撑子的呀 对对对 鱼里边 我这边看好凶猛啊 对它的牙齿你看 你没看一下吧 它有多厉害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白斑狗鱼的上颚布满了细密的牙 而且呈刀齿状 很锋利吗 是的 非常锋利 我摸一下 不可以的 摸一下怎么 肯定会出血 肯定要出血的 我试一下 我轻轻地摸一下 慢慢的 很锋利 你看 你还能咬这么深 你看 这条鱼 你身上都没有鱼鳞了 然后都是它咬的 给打掉的 那看来是经历了一场 惨烈的战争 对对 这鲤鱼劲儿估计也不小 贪心不足 蛇吞象 一场激战之后 这条白斑狗鱼 活活把自己给撑死了 好可怜啊 这个鱼 这嘴都合不上了 合不上 合不上了 我看一下 它们合不上 合不上了 你看 合不上了 太恐怖了 在我国 白斑狗鱼 产自新疆 俄尔齐斯河流域 在其他地区非常罕见 价格也很可观 一公斤 最多能够达到150多元 也曾有人在其他地区 尝试大规模养殖白斑狗鱼 都以失败告终 而张恒平 成为了打破魔咒的人 全国 冲锋鱼引起养殖 它是第一 它是第一甲 当时讲 我都不相信 我觉得它是倒卖的 拿着它是养的 如今靠着白斑狗鱼 张恒平 带百余号人 在2014年 创造1900万元的销售额 而说白斑狗鱼怪 不仅因为它凶猛少见 而且它还会变色 被捕捞上来的白斑狗鱼 拼命挣扎 活动量一大 尾巴和鱼鳍就会变成红色 平时则不会 在捕鱼现场 记者还发现了一个 有趣的现象 它长的话 尾巴鱼也要长 对 鱼的 白斑狗鱼虽然凶猛 很不好拿 可是记者还是拿住了 倒是这天天和鱼 打交道的张恒平 却怎么也拿不住 后来 他再说了实话 我说你也拿不住 我是不省地拿他的 对 张恒平爱鱼 舍不得使劲抓鱼 这池子里的白斑狗鱼 付出了他太多心血 也让他从一穷二百 到千万财富 而张恒平的人生历程 更是充满坎坷 令人唏嘘不已 故事 还要从张恒平 结婚之后的第二年说起 1993年 结婚还不到两年 一天 张恒平突然对妻子 说了这样的话 要提前做准备 然后呢 实在不行吧 你该 该怎么 该嫁的 该嫁的呀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就在几个月之前 24岁的张恒平发觉 自己的身体 越来越不对劲 西瓜脚疼 然后就是 昏腺的 鼓脚都疼了 张恒平得了严重的 游走性内风食 病痛如排山倒海 才一个月时间 竟然发展到了 全身疼得无法动弹 越质越重 越质越重 其他地方就动不了了 一动就疼 疼 那一段时间 张恒平只有疼 半夜 在医院的走廊 经常听到 他的声音和哀号 家里没钱 没法得到更好的治疗 张恒平和妻子 日日以泪洗面 直到一天 医生对他们说了一句话 让他们做出一个决定 逃出医院 都让做工作 监制了 到那个地步 给他 叫他监制 我们不同意 我在医院里 就偷偷地跑了 张恒平 任可就这么疼下去 也不愿意失去双腿 回到家 他只能躺在床上度日 他躺在床上 我给他短时短跤呗 我婶 她一个人都特别难 你知道吧 她每天都翻好几遍身 但是那时候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小孩 小的时候 就是帮着抬腿 你知道吧 她那腿都不能动的 自己才24岁 难道就这样躺一辈子 张恒平天天在床上哭 而思绪 她心里还有另一个结 那就是自己的新婚妻子 我爸这辈子 可能也照顾不了你了 你该 该嫁子 该嫁子呀 说完电话嘛 他啥话没说 哭了 掉泪了 哭完了 哭完了 掉完泪 说 和我讲 那是不可能的 我说我既然跟着你了 我都不怕 不论你是 腿是弄出路 是否 恢复健康 我在别的就肯定你了 妻子的话 让张恒平感动不已 妻子不放弃 自己更不能放弃 靠着药物治疗 慢慢的张恒平扔下床了 虽然双腿没法走路 但是他可以靠着板凳行走 半年之后 张恒平可以脱离板凳 扶着墙 慢慢移动 有时候出门 妻子则要背着他 那时候 张恒平最大的动力 就是要好起来 弥补妻子 可突然有一天 妻子留下张字条 消失了 就是搁甲里边留个条 医生不想的 走了 妻子去哪了呢 一个月后 妻子回来了 又黑又瘦 还带回了几百元钱 家里本来就穷 为了给张恒平治病 早就负债累累 妻子没有办法 只能上街卖衣 那一个月 妻子带了一把土琵 把去了外地 眼尖卖衣 在拍乞讨的日子 她睡过大马路 钻过水泥管 哪能窝一宿 就在哪窝一宿 那时的她 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 为了丈夫 这位纯朴善良的女性 只能放下尊严 那几年的当中 一年的出几个吉他 那三十年当中 都靠老婆 压活了 我怎么的 我也要 好起来 张恒平更加拼命地练习走路 无论多痛苦 她都要走下去 五年之后 药物治疗 让张恒平的身体 基本恢复了正常 医生告诉她 以后也要多糊弄关节 她就天天骑自行车 东走走西看看 竟然还让她发现了 蔬菜批发的伤机 那时候 她每天骑着自行车 去一百多里外的外线 批发蔬菜 再拖着两百斤菜 骑回来 买到弹城的市场 虽然辛苦 但是每灯一下 自己的关节 就能够得到一次锻炼 每拖回一次菜 就能多赚一点钱 就这样 在自行车上度过了三年 张恒平 不仅把两万元的外债还清了 还买了村里第一辆柴油三轮车 那个曾经弯着腰 靠板凳走路的人 真正站了起来 可好日子没过稳当 张恒平的一个决定 把全家都拉下了水 不仅倾家荡产 负债累累 还造成了一生 无法弥补的遗憾 2000年 张恒平开始养鱼 他从小喜欢鱼 虽然自己的风尸病 要尽量少沾水 不能受凉 可他宁可穿着棉裤下水 也要养鱼 最开始 他养的是四达家鱼 但是他一直想找一种特别的鱼 直到他找到了白斑狗鱼 在新疆当地 又称白斑狗鱼为雪山龙 无论是名字 外形还是习性 张恒平都被吸引了 2003年 他花了三万六千元去新疆 引进了六千尾鱼苗 可从新疆到山东 地域差距太大 白斑狗鱼水土不服 再加上没有经验 只养了半年就全军覆没 张恒平心疼得不得了 怪自己当初 想得太简单 那鱼已经窜死掉了 那这时候如果上了贼团 你再下来不就得了吗 那不行 那不符合我的性格 张恒平不甘心 家里的钱花光了 他借了七万元 又去新疆 进了八千尾鱼苗 张恒平把希望 全都寄托在这八千尾鱼苗上 他日日夜夜 在鱼池边照料 生怕出闪失 可又过了半年 这八千尾鱼苗 出现大规模死亡 我乘船他都捞月 天天捞四月 我已经起来捞月 半夜去捞一下 怕别人看见笑话 白天捞心理就难受 别人人家过来一会儿 还要问呢 你这鱼怎么死的 怎么怎么死的 你说你怎么回答 你都回答不出来的 也不想去回答这是 养了两年 赔了两年 全家人都劝张恒平收手 可张恒平不干 非要再是第三年 可这一次 没人再肯借他钱 再养又一赔 所以对他 就好像看法就不一样了 你别说借人家多了 你借五块钱 没有借给他了 都那种成果了 不行不行 你费得一样 不行不行 你费得一样 你不能干别的工作 还要咱家里 这个经济状况 再去借钱 说我没有钱 也都是不想借的 该这也太多了 人家都先饭吧 村里人觉得 张恒平放的好日子不过 非要养怪鱼拖累了全家 没人再肯帮他 可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家庭迎来了一场 毁灭性的悲剧 为了养鱼 全家人搬到了村外河边的一个小房子里 2004年的一天 张恒平的妻子去河边倒垃圾 四岁的儿子嚷嚷着也要跟去 我去到岸之后 他给我去了 他给我回来了 我都看他给我回来了 我就 我就上午再回来 家子再 我就再找找不着 他忽然 他他都回去了 他又回去了 夫妻二人马上出去找 村里的人听见了他们的呼声 也全都出来帮忙找孩子 一个小时之后 就在这条河里 捞出了孩子的尸体 不相信 我干的一起啊 不都是为了他吗 我真的当时就希望 没有抱上来多好 哪怕就是像人家 透血或走失 都丢失了 我也不 也比那样好 张恒平的天 塌了 孩子的医隆笑貌 仿佛还在身边 那个经历过重重无难的男人 这一次被彻底击垮了 这件事也让张恒平的母亲受了打击 一年之后撒手人寰 就在母亲去世前 拉着张恒平的手 对他说了一句话 儿子你要好好的 肯定要整会气 母亲临终前的话 在张恒平的脑中挥之不去 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 他决定再次挑战白板狗鱼 借不到钱 张恒平去信用社贷款 这也让他遇到了一生中最感激的人 说你说你带多少 我说咱行上最大的额度是多少 最大的额度 二十万 我说我就要二十万 只要你有这个决心 你有这个志气 你换不去我换 这是我最感激的人 我永远不换他 2015年5月23号 张恒平在的记者找到了他的这位恩人 我觉得这个养之后 他不像是来让户 他很有志气 很有创业 换不上 我给换 如果再不成活 不可能不成活 因为我第二年成活了接近三百条鱼 原来养第二批鱼时 张恒平单独开提了一个小池子 放了三百尾鱼瞄进去 用这三百尾鱼做试验 果然这里的鱼活下来了 这让张恒平找到了养殖白斑狗鱼的门道 所以他才敢去借着二十万 果然在2006年白斑狗鱼成功了 可当张恒平带的鱼去跑市场时 却处处碰壁 没见过 你叫什么鱼啊 我还求着我爸这鱼送给你 然后你看你看 你看你能不能过关 是吧 帮着卖 送完之后 没动静 张恒平陪着笑脸 爱家爱户免费送鱼 求着经销商卖 可跑了几个城市 全都没有回音 情急之下 一个办法涌上心头 他这一招居然打开了局面 张恒平带的鱼去了上海 到水产市场 只找了两个经销商 让他们打了一台 来窜上海 别人没给啊 就给你们两家 我看你们谁卖的好 好了 这个品 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 就是你的了 我是离职气壮 那说的 你要是搞不好 你不但是失去这条约 你有可能失去很多卡货 2006年 在北京 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都几乎没有白板狗鱼 张恒平抓住了经销商 渴望新奇特产品的心理 用独家经营的条件 去刺激他们 别说 这一招还真是有效 没过几天 上海那边就来了电话要鱼 白板狗鱼的销售打开了突破口 张恒平还要再加把火 妻子在家研究白板狗鱼的做法 张恒平带的鱼去酒店推销 时间一长 本来喊为人居的白板狗鱼打开了局面 张恒平还成立了合作社 到2014年合作社销售额达到了1900多万元 而张恒平却不满足 他继续打起了其他怪鱼的主意 2015年5月24号晚上11点 张恒平从青岛机场 接回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这些黑色的小鱼苗叫黑板狗鱼 是今年张恒平去东北 刚刚人工孵化成功的 这来自东北的黑板狗鱼 是张恒平的下一步计划 东北三省这一块 这条鱼吧 就是在野生条件化吧 它也就是能出一个月 但是张恒平把这条鱼演出来以后 将来就对这个东北三省 这个就是说这个反击节这个空白这块 他做了一个填目 在创业路上 张恒平相信物以稀为贵 而在人生路上 他会更加珍惜 那个一直陪伴自己的人 你各行各业都需要变化的 你没有变化 你肯定不行 你太简单的一个例子 比方说像咱们这个现在 同学社会 是吧 随着社会的发展 你看变得多大个变化 你这产品 支点出来了 你那天做的不对 你必须要及时的 去改正的 这一回事 赶紧我做的 怎么怎么的好 人家说 我不请你 我就认为我对的 那对不起 你可能要吃很大的骨 张恒平养鱼 就愿意盯着那些罕见的 别人没有的鱼 可是他也说 再新的东西 时间一长也不新鲜了 所以一定要不断寻求变化 才能够在创业的道路上 走得更远 好朋友们 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 欢迎登陆央视网 浏览查询 好 广告之后 一起来看致富金 下期节目 为你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她曾是山东诸城的房地产女老板 买古董 买玉器 她从不手软 可就因为她做的一件事情 家里所有银行卡的密码被换 老公也离家出走 她到底遭遇了什么 我要说是让她为她今天的所付出的 就是说那个举动 我要让她后悔 她从零开始借钱养兔 看山东诸城的房地产女老板王雪莲 如何用六年时间靠着兔子 不仅重新创造千万财富 还赢回爱情与尊重